白沙屯媽祖鑾轎教 选定这间小小土地公庙 在庙门口停轿一会儿后 突然往庙内冲 小小庙门实在好卡 前前后后三进三出 几乎上下左右嘟嘟喝 让鑾轎通过 还要小心轿顶金融 免得客道 白沙屯妈祖突然决定住驾 庙方完全不知情 赶紧腾出空间 本宏超跑几乎是被硬塞进庙里 轮轎住家在土地公庙内的小小空间 塞得满满满 网友打趣说 妈祖像是住进了胶囊旅馆 游爹可爱 直接客满土地公爷爷的家 想知道里面的叫班人员 是怎么出来的 突然的住轎也把附近挤得水泄不通 隔天起驾 叫班人员还得吸宝气 缩小腹钻进庙里 成了搞笑的意外插曲 但进香途中有喜有悲 有妇人为了车祸昏迷的女儿 向阿祖跪求 甚至连磕了十八个响头 你快走开 妇人当场头破血流 一旁叫班人员上前搀扶 帮忙止血 爱女心切如此场面 也让在场信众为之动容 记得联益宾 陈志报 云林报导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订阅我们下期订阅